大家好,我是小波老師,又到了吃飯的時間了 今天是我的下午茶,跟大家做分享 這家店叫肥錢屋,在台北算是非常歷史悠久的賣一半的店 那我特別喜歡它,因為這邊有很多我跟外婆的回憶 大家都知道小波老師是有外婆在大的一段時間 所以呢,外婆對我來講特別的重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曾經跟哪個家人在哪家餐廳有一些特殊的回憶 會不會,也許人不在了之後呢,你還是持續的小趣 那這家店對我來說就有這樣的意義了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餐點大概有什麼 我等一下最後會附上菜單,OK 那首先它的招牌就是鰻魚飯,所以這地點呢 這樣比較,有沒有,它很油亮對不對 那我一般點鰻魚飯的話,我覺得不夠的,我覺得可以點個炸蝦 它蝦子蠻大的,看一下比例 OK,那此外呢,它不僅是有這些東西 它的套餐呢,還會有一個小菜 除了小菜之外呢,還有一碗湯 OK,以上呢,大概就是它整體的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價格上不貴,如果跟日本比起來的話 那我個人覺得蠻推薦的,也希望這家店可以常常就 有腳很幸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